第五百五十三集 雨落一股狂风卷起 将两人带了出去 下一秒使门关上彻底紧闭 林一丹尊回头激动地看着叶晨道 叶先生 我想知道林前辈的下落 他现在所在何处 我现在的成就就是因为他所得 我守护着丹须塔 也是因为林前辈的使命 还请叶先生给我一个还恩的机会 如果林清玄状态不错的话 他倒是不介意让林清玄和此人见一面 但是现在林清玄能量不多 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能出来 他直接拒绝道 师父已经云游 他无拘无束惯了 这个心愿恐怕不能满足你了 林一丹尊有些失落 但还是道 也对 那场上古大战之后 林前辈恐怕很疲惫了 也不太愿意被这种小事打扰 怎么可能见我呢 是我不该多问的 还请叶先生原谅 叶晨一直听到林一丹尊提起上古那场大战 很显然 林清玄要他了解的轮回目的背后的东西 一定和这场大战有关 就是因为这场大战之后 无数强者才消失 可以说这是导火索 不再犹豫 叶晨直接道 林一丹尊 我一直对上古之战很是好奇 可否告知我一些 听到叶晨竟然不知道那场大战 林一丹尊疑惑了几秒 但是很快反应过来 以叶晨的年龄 如果林清玄不说 那他自然没有资格触碰 他稍微组织了一下语言便道 关于上古大战 我知道的也不多 但是引动着上古大战的存在 早就不是什么秘密 就是血灵族 关于血灵族 昆仑旭的相关文献极少 当年林清玄消失之后 我便动用一切手段去找 遗憾的是 始终没有调查出有用的东西 不过这么多年 我还是掌握了一些东西 一边说着 灵一丹尊便是祭出了一面破损的令牌 令牌极其古怪 上面画着一个血灵图案 极其瘆人 单单一看便能感觉到里面 云含着邪恶势力 仿佛能吞噬人的神魂 叶先生 此物就是血灵族的强者留下的东西 血灵族并不是昆仑须的势力 但是在上古时代 他们曾经降临于此 手段极其恐怖 挥手之间便能镇压无数强者 如果不是昆仑须诸多强者联手 恐怕整个昆仑须都生灵涂炭 化为虚无 他们可以吸收修炼者身上的气血为己用 几乎立于不败之地 叶先生 你可知道 昆仑须三千位上古时代的强者 都不敌血灵族三人呢 之后根据我的调查 上古时代的一批顶级强者 包括林前辈在内 全部消失 便是去寻找血灵族了 毕竟如果不彻底斩断威胁 华夏乃至昆仑须 都会受到死亡威胁 但是 这么多顶级强者 踏上那片未知之地 却只有一人回来 那人名为韩云 是昆仑须上古家族 寒家最强的天才 抵尊净八层 他重伤之前 可是挥手就能破开山岳和长河的存在啊 就是这种存在 竟然被一个血灵族的老者 带到被昆仑须无数修炼者 誉为净土的万卑胎 一直点出 当着无数昆仑须家族和宗门 活活折磨 几乎死亡 我们所有人 震怒 反抗 但是根本没有用啊 那老者太强了 大家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韩云 承受那万般痛苦 寒家派强者干预 却是被那老者当场斩杀 寒家怎么反抗 只会造成更大的伤亡 叶晨听到这里 心中的震撼无以复加 超凡境 入圣境 圣王境 反虚境 虚王境 道元境 帝尊境等 他现在只不过是圣王境第三层 勉强可以达到反虚境的实力 借助底牌 他或许可以战一战虚王境前期的强者 但是 道元境和帝尊境 是他根本不敢想的境界 越到后面 一个小境界的差距 就可能耗费修炼者百年 乃至千年 帝尊境八层 几乎是天神一般的存在 甚至可以说是昆仑须至高之人 竟然还重伤 那出手的人到底是什么实力啊 灵一丹尊或许是想起这些往事 心中愤怒之感爆发 拳头握紧 倾金爆起 这是屈辱 对华夏和昆仑须的屈辱 叶先生 至此之后 那老者便离开了 韩云没有死 那老者将韩云不堪的身躯 丢下了万卑胎 并且留下一句话 一群卑微的蝼蚁而已 最下贱的种族 在我血灵族眼里 你们只能成为我们的玩物 放弃挣扎 享受你们蝼蚁该享受的痛苦 若再敢反抗 此人便是你们的下场 至于剩下的人 他们永远回不来了 也没有资格回来 记住 以后每百年 你们要准备好一百位 抵尽敬尽强者 为我们享用和折磨 这便是你们作为奴隶的使命 听到这句话语 叶臣心中的愤怒之感充斥全身 何为下贱的种族 何为卑微的蝼蚁 何为他人的玩物 何为血灵的奴隶 这血灵族又有什么资格 草菅人命 无实规则 这种无力感 指责的不是上古时代的修炼者 而是涵盖了所有人 包括他叶臣 他叶臣身上流淌的血 他作为华夏和昆仑须的一员 一直是他的骄傲 绝不允许被如此侮辱 更不可能是奴隶的血 叶臣拳头握紧 身上的青筋爆起 周身包裹着强大的煞气 无尽愤怒仿佛吞噬了他 他的眼眸血红 眉心似乎感觉到了叶臣的愤怒 竟然出现了一道黑色的光芒 围魔的光 周围的气压骤然凝聚 让人窒息 让人畏惧 同时 叶臣体内的血龙 仿佛要冲出来 怒吼的龙吟愤怒至极 血龙虚影是叶臣杀到的承载 叶臣杀意越强 血龙的力量就越恐惧 而此刻 他身上便是最为恐怖的杀意 再也压制不住血龙 血龙直接冲了出来 盘绕在头顶 不光如此 被叶臣放在一旁的小黄 也是察觉到了什么 一同睁开 红色的眼眸闪烁着极其冰冷的光 一道古老而又神秘的符文疯狂流转 居然开始吸收了叶臣体内的一部分愤怒和血光 但是很快他的眼睛又闭上了 仿佛陷入沉睡 灵一单尊感觉到不对劲 当看向叶臣 眸子极其惊悚 煞意化为血龙 缠绕全身 这可是几千年都出现不了一个的存在 他更是难难道 好强的煞气 好强的煞气 化为血龙也就算了 怎么还有入魔的倾向 林前辈的徒弟应该完全踏上一身之道 这可是人间正道之一 为何现在会有踏入魔道的趋势呢 难道他不光修炼这一道 而是通万道 整个屋子的气压越来越低 就连灵一单尊也是有些承受不住 他想不通 为何这种力量会爆发在一个青年身上 突然他想到了一个人 只不过这个想法很快就被他抛开了 他不能再让叶臣如此下去了 如果叶臣真的入魔 他又该如何抉择呢 不再犹豫 他手指掐绝 一直点在了叶臣的眉心 金色光芒缠绕 就在金光药覆盖叶臣眉心的魔气之时 一股极强的阻碍袭来 刹那间金光碎裂 而灵一单尊的身躯 也是向着后面退了几步 血气上涌 一口鲜血差点喷出 怎么可能 灵一单尊的表情宛如见鬼 他发现自己的力量 竟然无法将那煞气束缚 好在叶臣也逐渐恢复清明 他看向灵一单尊 仿佛不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事情 继续问道 灵一单尊 在那上古大战之后 那血灵族的老者 真的没百年来一次 带走了帝尊尽强者为奴隶吗 灵一单尊吞服下一颗丹药 压制住内心的震惊 点头道 确实 每百年那位老者都会出现 这百帝尊敬强者 大多有顶级宗门 势力和家族输送 每个宗门都有一定的名额 不敢违逆 一旦少一位 宗门便会被灭 昆仑须和华夏也没有存在的必要 帝尊敬强者对于昆仑须来说 太珍贵了 但是不得不贡献给血灵族 这也导致昆仑须的武道 一直前进不了 甚至越道后面 那些昆仑顶级强者 不得不用丹药和各种手段 强行提升自己弟子为帝尊敬 只为自保 对于那些站在昆仑须尖端的人来说 没有选择 不过随着时间流逝 这个秘密只有少部分人知道 为了不造成恐慌 所有人都默默守住上古的秘密 乃至那些百位帝尊敬强者 被带走的时候 也沾沾自喜地 以为他们将踏上无上大道 却不知道 那只是噩梦开始而已 叶臣眸子微眯继续道 距离下一次血灵族的人出现 还有多少年 几十年 这一刻 灵异丹尊的表情倒是有些失落 淡淡道 距离上一次已经快百年了 如果我没猜错 留给昆仑虚各大宗门和势力的时间 最多一年半了 也不知道那些势力和宗门准备的怎么样了 恐怕昆仑虚又要元气大伤了 叶臣听到一年半 心都停止跳动了一秒 留给她的时间 不多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叶子